HELLO 大家好 我是翁翁來 今天我們要來看這個 公會迷宮的迷宮王到底要怎麼打喔 我們之前也講過 其實這個迷宮王我想要拍很久 只是因為我想要這個瘋狗頭吃滿技之後再上場 這樣其實在實用上真的會簡單很多 剛好前一陣子也就是上個月的這個 英雄地下城剛好是我們的瘋狗頭 所以我就把他練起來了 終於可以把他練好可以拍給大家看了 好啦 那這邊的話呢 我這邊先稍微改一下這個暗犬神的符文 因為之前為了打這個次元王 然後有稍微的動過一下 好啦 那一開始先給大家參考一下我的符文的部分 那我帶來這幾隻的陣容應該都算是比較平民的角色 對 那應該最難取得的好像目前來講看起來應該是瘋死期嘛 不過他也是抽一抽就有了 其實瘋死期可以帶任何一個復活角色 像是風尚拳也是可以的 甚至瘋方表現也不錯 如果今天要說到最好的選擇的話呢 如果大家手邊有瘋德魯伊這些角色的話呢 把瘋死期換成瘋德魯伊 這整個迷宮王打起來會更加的輕鬆 那這邊講啊 其實所有的這個公會迷宮的Hell等級難度喔 其實符文都不可能要求太低 所以一開始有給大家參考過符文啦 那如果真的過不了你就往前面一點打 打Hard 打這個Normal 甚至打Easy 只要你有打 對公會都是有幫助的 那其實比較機會就是若你全部都不打的話 那真的就是 你除了說這個公會的這個通關獎勵 因為大家會拿比較爛以外 其實就不只你拿的比較爛 是全體會一起拿的比較爛 所以其實公會迷宮 你想要快速通關 沒有什麼技巧 就是大家都打 就可以這個通關的比較快速了 所以這邊也呼籲大家 就是只要如果你有加入公會的話 這個公會迷宮你就盡量打 因為其實公會迷宮會給到這些獎勵喔 就算你打Normal 就算你打Hard而已 能拿到的獎勵真的都還算是不錯啦 除非如果你打Easy 可能你要拿到好獎勵的機會 真的也是偏低 但也是可以拿到一些 你只能打Easy時期 對你來講不錯的符文了 所以我覺得公會迷宮 加入公會的這個 打這個公會迷宮 也算是對於這個中前期的新手 或是這個中進度玩家 有很大 符文品質有很大提升幫助的一個東西 而且他每天也只能打武藏 你就 如果你真的不想要像我一樣 就是可能我有時候會花一點心力 就是 有些地方 有些迷宮王我還不能自動嘛 那我就真的手動打一下 如果你真的覺得這樣太麻煩 你就降一個難度 降兩個難度 開自動 我覺得至少有打 那對於公會的貢獻都是有的 OK 那我們就來介紹一下我們的這個陣容 我們帶來的陣容是這個 瘋狗頭 光仙女王 我們的YYDS永遠的神 這個水露露 以及PVE最強傷害力最高的安全神 還有這個 平民復活的角色 瘋死奇 那這幾個角色呢 第一個 我們的主要輸出很明顯落在兩個角色身上 第一個瘋狗頭 第二個安全神 而瘋狗頭 我們在打大BOSS的時候 因為大BOSS其實只要你他身上掛到這個激怒的符文屬性 就會做到秒殺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讓這個瘋狗頭把傷害量打到最高 那他死掉之後他的被動技會立刻復活補滿攻擊條以外 會增加自己100%的攻擊力 也就是利用這一點 即使王的攻擊會瞬間讓我們少一名隊友 也沒有關係 因為他會立刻復活起來 那如果真的打到的不是瘋狗頭 或你的瘋狗頭死掉的時候 剛好被動技還沒轉好 他被動技能呢 吃滿技能CD就有4回而已 其實我認為這個時間是足夠的 那如果在這個CD轉好前你就死掉的話 那這個瘋死奇的復活 他比什麼風尚拳啊光尚拳之類的復活來得漂亮的地方是 他是平衡血量的復活 所以不至於讓你任何一個角色復活的時候是殘血狀況 那也是對我們整個隊伍 呃...死亡過復活的角色也是一個很不錯的寶藏 另外一點啦 其實這個右手 王的...不對 這個鏡像的話 王的左手 對就是大家現在看到右邊的那一隻手 對 這個畫面右邊的左手 這個...這個左手 他會有一個叫做這個破壞符文的狀態 我會建議大家都先打左手 因為把左手打掉之後 因為如果不打左手 那我們可能就會一直被扣這個... 這個...血量的最大上限 那其實打久了之後 如果你的左手太久沒收 對我們的整體隊伍 如果他破壞... 破壞了這個屬性 撞到太多次 然後消掉我們太多血的話 其實不用多 他消掉大概1 3分之1左右 我們在這個中後期打起來壓力就會偏大了 那我們這邊有兩個補血角色啊 其實應該還算是足夠撐的 那如果真的開場 王是這個... 王的左手是破壞 而且... 你沒有辦法立刻收掉左手的話呢 那我會建議 你可以去使用這種... 光仙女王... 光仙女王就不要開3技拼輸出 就直接1技去降攻 讓這個傷害量降低 那如果你有帶風德的話 順便套個盾 讓我們受到的傷害是最低的 好 那這個... 進入王關之後 我們就先來簡單的介紹一下 他這個左右手會有幾個屬性 分別是絕望符文、激怒符文、破壞符文 這三種喔 那這三種符文呢 相對應的就是 如果是破壞符文 他攻擊時就會消掉我們的最大血量 那如果這個是絕望符文的話呢 他攻擊就會暈眩 應該沒什麼好... 應該沒什麼爭議 那如果是激怒符文 就是他攻擊的時候 會讓我們的這個... 最高傷害的一隻角色 直接死亡 而且呢 每一個這個... 每一隻手只要打爆的那一瞬間 他就會立刻反擊 這也要稍微注意 然後中間的這個... 中心核心的地方 有可能是這個激怒 那也有可能是暴走 我個人覺得暴走是最煩 因為他會直接連打兩段 而且啊 打的這兩段呢 還會附帶這個... 消狀態、忘卻跟沉默 那如果真的不小心被忘卻到瘋狗頭 他就不會復活了 然後這個瘋狗頭 因為他的被動技能能夠疊三次 只要疊滿三次之後 他的這個傷害量是非常可怕 即便在沒有破防的情況下 都能夠給到一定的輸出 左右手打掉之後 就會進入到本體的模式 那本體的攻擊模式呢 就是四段 分別是他的這個... 左手打一下 右手打一下 那這兩下因為... 手都已經破壞掉 所以就不會有符文了 第三下呢 會隨機挑這個... 三名的... 目標 他目標隨機的 所以有可能三個目標都同一個 然後直接扣百分比 扣到一滴血 就算你原本血量只有一滴 你還是會只被扣到一滴 不會立刻死亡 那這個地方基本上 只要你能夠撐過第二下 我也建議大家在輸出的時候 在這個輔助角色 只要你第二下可以撐得過去 那就完全不要... 你的補血角色完全不用去開補血 因為第三段絕對不會死人 這個超崩潰 是打不死人的 那只要打不死人呢 我們就是... 留到這個... 他超崩潰打完之後 再補血效率會比較大 因為他是直接扣到一滴血 所以就算你在第二拳的時候呢 你全部補滿 你還是會被削到一滴血 那其實只要見到這個王之後 後面就是一路順暢的打 那我會建議啦 時時刻刻讓你的光仙女王的一技能降攻 掛在王身上 對我們的這個... 受到傷害會比較... 會減少非常非常的多 尤其是這個... 被剋屬的時候 有沒有降攻真的差很多 如果沒有降攻 那在第三段... 我認為很完整的打... 這個... 公會迷宮大BOSS的陣容了 也給大家一個參考 其實這些角色是有很多可以做的取代啦 像水嚕嚕的話 可以去使用什麼水神祕這類的角色做取代啊 瘋狗頭的話其實... 也可以去使用火鳳啦... 這...火鳳啦...水龍騎這類的角色 不過我個人認為啦 瘋狗頭其實還是一個非常漂亮的表現 因為他的這個被動技能 除了可以不用擔心他被激怒打死以外 還可以疊加自己的攻擊 他這個疊加的速度跟百分比喔 算是這個... 性價比來講是魔靈非常非常高的一個角色 尤其在打這個... 公會迷宮的大BOSS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這個... 公會迷宮的介紹也是... 基本上核心陣容就是... 呃... 兩打... 然後兩輔... 跟一隻復活角 只要把握這個原則 那你只要你的復活角是不會死掉的 或是你的復活角有自帶復活 像是這個... 風方或是風德這類的角色的話呢 那我認為你的... 公會迷宮的BOSS就可以穩定通關了喔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這個公會迷宮的影片 就到這個地方告一個段落囉 也預祝大家都能順利的打過這個迷宮大BOSS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啦 大家... 掰掰 在明瞬間 房間 3 4 感谢观看